有成千万的听友正在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广播端的直播 大家都很期待即将上映的这部电影叫做《孤注一致》 很多朋友其实在之前我们从周一的预告当中就已经不断地跟我们说 在短视频平台刷到很多次 刷了半个月的短视频到现在对于剧情的梗概好像还没有办法 一下子能够剧透很多 这我觉得也是后期小伙伴的厉害之处 而今天我们的第二现场也是请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和主演 和大家一起分享《孤注一致》背后的故事 下面让我们有请三位嘉宾和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一下 首先有请我们《孤注一致》电影的导演 盛奥导演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电影《孤注一致》导演盛奥 盛奥导演 您好 好 另外我们还有两位主演做客到直播间当中 首先有请一星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孤注一致》的演员张一星 好的 一星之外我们还有非常美丽的金晨 现在也来到了直播间 金晨和我们上海交通过我们听有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孤注一致》的演员金晨 在剧中饰演梁安娜 好的 我们今天三位嘉宾都一一和大家先打个招呼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更多的时间将会把聚焦的内容放到我们的电影上 我之前听到我们应该是电影组的很多的小伙伴说 上海应该是我们整个路演当中的第一站 而我们也应该是交通广播是第一个 有这么样的一个非常正式的方式和我们的网友和听友直接见面这样一个直播的机会 其实大家之前看到《孤注一致》这样的一些预告片之后 都已经大概了解他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网络诈骗是他的一个主题 所以我们在这次直播之前也做了一些小的调研 当然也想等会听听三位和我们一起分享 网络诈骗这个主题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听友或者说我们的观众来说 之前好像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 尤其是我们看到的信息大部分都是上当受骗的我们的老百姓 好像对于这个诈骗工厂当中的样子是完全不了解的 那么这一次我们其实进行了一个全景的还原 我也想知道一下 这部电影其实是被社会所需要的 那么对大家来说它是一种 怎么说呢 它是一种非常值得去拍的题材 那沈尔导演之前你也拍过很多这个社会现实类的题材的电影 这部电影和你之前所拍的电影有什么样的这种挑战呢 那挑战可能就是它的人物关系更复杂 然后整个涉及到犯罪那部分的组织更庞大 盘根错节 那在这样的一个算是群像的这样一个电影当中 我们今天两位主演的现场 我也知道其实电影的第一部 我们不仅仅要有一个好的剧本 更重要的就是在选角这方面 你一定是下了大功夫的 因为大家现在看了很多的切片之后 不管是一星也好 金晨也好 还是传选老师 大家都看了很多 包括永美老师 都觉得每一个角色都非常传神 也想问问我们的指导导演 在选角方面当时是怎么样 从众多的演员当中挑选到了我们的一星和金晨 他们来饰演相应的一些角色 关系比较好 关系不坏 大实话 因为其实就是看他们往日作品 还有更多的去关注演员本人性格里面那些特质 其实如果他本人的特质跟角色更贴近的话 这个角色就不用太强的塑造 把他们那部分特质发挥出来放大就可以了 好的 那我们相信很多观众都非常期待 一星和金晨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那么我们这样 首先有请一星共来介绍一下 在这部剧当中 你试验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在里面试验的是程序员班上 是在高薪的求职过程中 被骗到海外的网络嘉宾的工厂里面去 高薪被骗 又是程序 高薪求职 高薪求职 又是一个程序员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想问一星 之前有对程序员的行业有所了解吗 其实也大致知道 也是听说 但是因为演这个戏 导演给了我一个 那天我们在工作室的时候 他给我1.15个T的硬盘 每次从G到T越来越大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我原来演这个电影是有非常大意义的 所以当时给到你的素材 我能这么理解吗 都是一些那片的真实的案例 真实的级别 那么在这些素材当中 其实您选出比较适合在荧幕上呈现的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所以会找到潘生这样的一个角色 从程序员的角度切入 导演给我的所有的资料 我全部看完了以后 我找到了我这个人物的一个支点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 也有很好的对手演员 包括传军歌 然后导演心里太明白 他太清楚没他想要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就是有他的指导 再让对手演员给力 我就在里面偷试一下 听说之前在开拍之前 好像我们的导演还为一星请了一位网络安全的专家 进行了一对一的沟通是吗 对对对对对 这个也算是做了很多的这种前期的工作 非常多 我跟他成为了朋友 对对对对 我跟他成为了朋友 然后我每天都跟他聊很多很多 关于网络安全相关的事情 所以就从他的这个行为举止上也学到了很多 比如说他有哪些行为举止 还比较穿神 比如说不会看你的眼睛 但他讲他专业的时候 他非常专注在一个点上他跟你说说说说说 然后他会有一点有点拖背 然后他不是很喜欢到外面去打很多交道什么的 这些都会了解到 明白 就是他在跟你交流的时候 眼睛可能不会跟你指示 像我们这样非常直接的交流 对对对 他可能有点内向 有点涉恐 有点害羞 有点害羞 更多的是在跟一些数据代码进行沟通 是吧 好的 那我们把话筒交给金城 金城这一次的角色也先给我们的听友和观众介绍一下吧 嗯 好 我饰演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模特 然后他的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 但是就是对金钱 就是被金钱诱惑 然后误入歧途 然后就被被骗到了这个诈骗女集团 然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的事情 就变成了最后自首以后变成了这个解救其他受害人的这个引路人 明白 就是自己其实是无入歧途被骗之后 又是想尽办法去救更多的一些同胞或者朋友 是这样的 对 那金城在这部角色当中呢 更多的 刚才说到说模特 其实跟你本身的这个形象 其实包括职业 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那进入角色会不会更快一些 嗯 其实也是 对手演员 给了我很多的这个灵感 还有导演也在现场就是非常细心的就是在指导 然后因为因为后其实他比较重点的是核观的那部分 然后因为发牌什么的我都需要练 是 然后所以我就平时在现场或者是回酒店我都会练习那个发牌 出个牌不离手 对 然后我的这个评论呢 什么招手都是导演教我的 比如说能不能就是简单示范一下 导演做的比我好 哦 那等会我们就让导演给我们试一下 行 我们继续延伸一下 金城 刚才说到了这个核观的角色 可能很多的朋友现在之前对于这个这个职业非常陌生 他是在赌场当中的一个工作和服务人员 他更多的是在排桌上来服务大家 那在这部影片当中你可能更多的是透过镜头 对镜头的那边被骗者来进行一对一的这种 或者是一对多的交流是吗 对 那在之前有没有去比如说看一些类似于像纪录片啊 白线发牌 你要怎么提醒大家 不要点 不要点 看看就行了 哈哈哈 背后未必一定是一个美女 是的 有可能会是更多的像潘生一样的程序员 对 再用一些数据或者去交流 好的 来我们这一趟我们把话筒交还给我们的导演身导 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飞吻包括一些细节都是我们导演手把手来叫的 那今天我们觉得视频道的小伙伴也也有眼福了我们来看一看大概是什么什么意思 金城做出来是诱人我做的是吓人 哈哈哈 那个 我说两句 来 确实是我觉得导演真的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帮助 因为我至少我我是个半路出家的演员 所以其实我在现场的那个自信感是非常非常低的很脆弱 其实导演在一点点帮我塑造包括我们的对手演员一点点帮我塑造 把我的这个建立我自己的信念感让我能够去投入到那个角色 真的导演做了很多很多努力 嗯 真的真的 没觉得 哈哈哈 我觉得我什么也没做 你们都自动 那当然我觉得应该是叫 不根据方向 这个太主要了 这种无戏无声 对我自己 你可能是很多的这种细节的事 没感觉到我做什么 我觉得这次合作的所有演员是我最轻松 完全没有提复杂的要求什么 就基本没做什么他们自己来的就对了 之前也看到沈耀导演在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 说到说每一位演员都非常的透露 在自己的角色当中 所以他在导演的过程就感觉是一气呵成 对对对 然后呢 这部电影能够如此之顺利的拍成 我相信背后还有更多值得挖掘和 我们一起交流的这种故事 大家不要离开 继续锁定FM105.7上海交通广播 我们正在进行孤注一支电影的专访 今天呢 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导演是澳 还有我们的主演 张艺兴和金晨 我们这样进一下广告马上继续 观众视频端的各位小伙伴们 您可以通过上海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看观看我们的直播 与此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主演来进行互动啊 大家可以直接留言 包括你的问题 我们的节目组会收集 与此同时要提醒一下 这次我们的导演和主演来也是给我们的交通广播广高峰的听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 大家呢可以来互动 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将会抽选几位朋友送出我们孤注一支的电影票 也希望大家带着家人一起走进影院来好好的欣赏这样的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 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做多亿人观影少亿人受骗 我真觉得这部电影可能是适合大家从就是一家老小一起去看的 如果你之前转了很多的这种案例呀给自己的这个父母 你很担心他们被骗 他们始终都觉得说离自己很远的话 你可以带他走进影院看一看这些案例是不是他在生活当中 或者在身边之前有听说过或者是有见过的 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一路的这个分享 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聊顾住一支这部电影 我们继续来问一个我们的小朋友 这部电影我们很多的听友包括观众都知道 取材于这个上万件的这个真实的题材和案例 那上万件其实刚才一星也提到 可能非常大体量的一个视频的素材 那在选取案例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去做一些适合的这种取舍的呢 一个是需要典型 典型 对现在的网络诈骗的门类五花八门无控不入 它随着每一年都有迭代和更新 但是我希望选取的那个案例是一个尽量大的分路 尽量大的分路去涵盖更多的人群 有没有担心这样一个事情 大家在网络上可能看到的案例很多 会不会跟之前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看到很香的案例出现在电影当中 就没了新鲜感 我觉得案例本身跟电影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性能跟电影的属性不一样 所以在电影里面我们看更多的东西 其实不是故事我老讲 其实是人 我们可以看到很生动鲜明复杂的人性 看到他们是怎么沦落 然后又怎么振奋 那在这次的整个选题的这种策划当中 有没有我们这个公安干警啊 或者说是相关的这个行业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支持 有相当多在一线奋战的反诈警察 都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鲜活的数据 然后案例和细节 包括我们今天的直播之前 给大家透露一个细节 我们看到很多的反诈明星 其实今天下午他们就来到了这边 我也看到一星金晨非常的配合 也拍了很多种宣传 那接下来我们请一星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拍这部影片的过程当中 包括很多的观众 包括你的粉丝都关注到说 哎一星好像接了一个动作戏嘛 打戏好像有很多 这部戏里面的打戏主要涉及到哪方面 听说说是主要涉及到挨打 挨打 主要涉及到挨打 别人没什么很多动作戏 就是挨打 剧里面那个蹲在地上的 趴着的 那个往往是你 对但是其实真实的案例里面 都是有过之而无尽 我觉得导演就是非常好的 妙的选了一些 就是正好在那个点上的那些案例 所以我还觉得真的还挺挺真的是挺有意义的一部这样的作品 对然后包括我们的听友 我昨天在留言的时候说一星好像有一场戏是一直主攻你的腿啊 一直在打腿那一场会不会 还是说了就是有过之而无极吗 其实我在不知道几几年演那个扫黑风暴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了解到就是因为也是在跟民警在沟通嘛 所以这个他们就跟我们说说其实现在的网络诈骗 其实他们让他们就是觉得最最需要给大家去科普以及传播这样的这个知识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跟区域 明白所以正好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机会能够用这种作品 用这种娱乐的方式让当中能够了解到这样的这方面的知识 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的 一星流流向的说 两位 今天主要是这个商业互跑 有请金晨 金晨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或者听说过一些身边的人啊朋友啊家人啊 有差点被骗的这种经历 或者就真的有直接的这种经历 我自己就接到这样 你自己就接到过 对对对就是他们真的是让你看不出来任何破绽 其实都是他们的套路 然后真的是很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被被套路 当时大概是以电话呀短信呀还是用什么的方式 是电话的方式 电话的方式 对方什么都知道 然后所以这个让我就觉得 其实不可能怎么会有人就什么你的所有信息都知道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肯定是是那个很正规的那个人 但其实不是就是骗子 然后那个时候就差点上当 还好我是个小聪明就觉得 然后我还把这个事跟我身边的朋友说跟我爸妈说就以后就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千万不要知道是可能很多的观众都会觉得哇一星啊金晨啊平时工作那么忙他们平时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不太会接触到就是很多的这种诈骗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也是有过程生的案例出现的都在身边都在身边 那这样的一部电影上有没有想过说准备在家里的或者是带身边的朋友一起去看这部电影 对就是会他们都会去看然后也也特别想就是传递给大家就是这个网络诈骗真的是不要心 在这次的影片当中可能跟那个传递老师有很多这种对手戏的时候然后呢现在我们很多的预告片当中大家也都看到说哇金晨好像一直也是被施暴的那样的一个角色 那这样对手戏演下来感受怎么样 我在这个戏中挨的揍就是比比一些老师要少一点但是也也没想受罪就有一场戏确实挺吓人的那个传递老师真的是吓到我了就我真的觉得那一刻我真的很害怕啊然后害怕的是他的眼神他的动作还是他的那个气场就是所有的一切我就觉得他就是那一个很可怕的 所以有网友就说说我们要好好查一查 对对对真的让我真的相信了真的相信对手给我的这种冲击还是非常大的没事传军哥没事我不怕你我爱你baby听说异星这个拍完之后是不是跟传军老师也有很多生活当中的互动啊对对对对我们每次都是夜晚高歌我们是以歌对歌我们不仅不能跳舞了腿受伤 我们在片场在这个闲暇时间会有一些舞蹈然后舞蹈的时间那当然金长老师也有一些舞蹈时间那我们私下的可能更多的跟传军老师更多的是以歌会有 嗯你哥会有是因为白天都是接触这样非常压抑的一些拍摄之后需要好好释放一下吗 其实我觉得是以爱对爱 以爱对爱对也是以欣赏对欣赏 欣赏的是歌声演技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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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人人人 老师说的好来交给我们的声音导演刚才雨昕也说到了说到的是人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拍完的电影是要给人看的 嗯然后呢一个又一个人物鲜活的故事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相信他的震撼会让每一个走进影片的朋友都能够深刻的感受到 嗯刚才金长也说到了自己差点被骗的经历是要导演自己生活当中有接触过或者是差点被骗的经历我马上要开庭 你马上要开庭对对对对对 这个不会是跟网络诈骗相关的吗 有一点有一点个类似也是因为我自己的贪婪 嗯但是不是说想省钱是想省事省事啊 所以在我装修房子的时候就被骗了 哦找到了非常不靠谱的 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是他看起来非常靠谱 哦然后充分的信任 然后并且想节省我的时间 节省我的对接成本 所以我就把全部的信任给到对方以后被骗了 嗯然后我也起诉了 所以要么是想一夜报复 要么想省事省钱等等这些都可能 昨天我们在讨论相关的话题 包括策划我们今天的直播的时候 很多的网友都发来了消息 所以我们是汇总了一下 在所有的被骗经历的我们的观众和听友当中 像这种积分即将过期 请你尽快兑换的短信 帮忙是最容易被骗的 那可能跟我们之前 其他的这种渠道或者数据有点出入啊 那大家都说 可能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收到的感谢 就是睡梦的时候好像很懵的就点进去了 点进去之后他就是一步一步就诱导你 走了就走了这条路 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说说不知道这部影片当中 会不会涉及到视频这个视频诈骗的这部分 比如说前两天收到了类似叫FaceTime这样的 对方显示的账号是官方客服 然后你就会很深信不疑他应该是这样的人 然后呢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即将呢走进影院的朋友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被我们的导演或者说是我们的每一个演员所征服 就是在于他们的用高还原度以及用自己精湛的演技 真实的还原了一个又一个案例的同时 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有所警惕 在我们即将上映的时候应该是8月11号上映 今天呢是在我们上海做这样的路演的宣传 有没有什么样的画像对我们即将走进影院的观众 他们可能是正在接触手机的小朋友 有可能是听节目的我们的听友或者是车主 也可能是年纪稍长一些的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年龄 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 我用我片子里去采词吧 好的就是手机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了 叫外卖叫车快递都变得更方便了 同时也让犯罪更加无控不入了 所以就跟我们电影的这个宣传语一样 多一个人看电影就少一个人被骗 好谢谢深奥导演 我们最后也有请一星和我们视频段的小伙伴 以及即将走进影院的观众说两句 其实对于希望吧 希望不管您看不看孤注一致这部电影 都希望未来您可以不要被骗到 不要被骗到 望天下无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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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了四句 还有纸条这么隆重 四不要 天掉馅饼不要信 落声电话不要接 弹窗网页不要点 境外高薪不要去 此处应该有掌声 好 谢谢 谢谢 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直播采访的最后 我也代表我们上海交通广播所有的听友 以及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为主演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惊喜的电影票 最后呢我们也把直播信号交还给广播大厦的固然和图居 就好 良品 好 毕端 稍微 好 好 好